大家好,歡迎大家回到Beymison的頻道 今次終於可以和大家一起開箱我夢寐以求的褲子 這個袋真的等了超級超級久 超過了半年的時間 其實我請的褲子的褲子是十分普遍的 但因為我有指定的顏色、扣和內縫要求 所以範圍收到很窄,只能耐心等待送送回來 SA 也有留意有沒有這款袋 配備方面,雖然不知道SA有沒有扣好我所有費用 但總共圍起來也不會低 因為在等待的時間也不停地去買 不過最後看到袋子的真身也覺得值得等待 就是這隻大象灰配金扣的KAL25 在SA通知我的袋子有貨之後 我一直很擔心 不知道袋子會不會有很多頸紋 因為Togo皮的袋子出現頸紋的情況也很常見 幸好這個袋子上的痕不太明顯 在專門店推出KAL25 Togo皮的價錢是87200元 我掙扎了很久 第一副褲子到底是KAL25還是Burken好呢 最後都是選了KAL25 主要原因是因為它有一條背帶 可以解放雙手的方便日常用 然後我們看看橙盒裡面有什麼 其實只有一個雪梨子枕頭和一本書 基於環保理由 現在已經不會再附送雨衣 大象灰色的袋子 特點就是縫白線 大家可以看到白色的stitch十分明顯 Togo皮比較塌身 有一種隨性的感覺 適合荒褲子或隨機的樣子都可以 中間也有想過轉不轉外縫嗎 因為外縫的產量多很多 所以不用等太久 外縫的皮質在Epson比較堅挺 所以開合的時候會比較卡手 拿東西沒那麼方便 容量也會相對小一點 而且很多人用過外縫KALY 都會滑角起蓋 用得久會有微微笑起的情況 而且凹凸位置都會容易崩 所以基於異常原因 我就沒有選到外縫了 KALY 25 外縫的實際尺寸 其實比我影響力要小很多 但它又會有相當的容量 所以比Mini KALY更好用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裡面的間隔 Togo皮很柔軟 很容易就可以開盡盒 裡面有一個Bubble膠 用來鞏固著袋形 裡面有兩個小布袋 這個是蓋著肩帶 另外這個小的就蓋著鎖匙和鎖頭 拿東西出來之後 你會看到裡面的空間有多少 而間隔方面 它會有一個拉鏈袋 還有一個暗格 給我們分類放的 Togo皮 由遠得來也有彈性 Stamp就隱藏在這個角落的位置 今年的Stamp是Stamp B 拍手掌過去 你就印到實際尺寸 不是太大 之後讓我拿鎖頭出來 不過我個人也喜歡掛Rodelle Charm多一個鎖頭 因為鎖頭始終會增加了袋子的重量 最後的配件就是這一條大象灰色的肩帶 在Shop的時候試過上身 覺得斜背的長度不錯 不過側背的話就會長了一點 打算之後也叫SA幫忙留意 看看有沒有編織部的肩帶翻貨 如果大家還沒訂閱這個頻道 記得按下下面的小鈴鐺 訂閱是對我們最大的支持 下一段影片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花費率 以及我買了什麼類型的配貨 最近很多人都說 近年愛馬士的手工差了 不過其實說真的 進入到黑房之後 你只會有喜悅 都想不到這麼多了 在SA面前也不會特別細緻去查個袋子 進入房基本上 SA拿個什麼袋 我們都會要 由於Kelly Birkin 這袋一定是工匠人所製 所以每一個袋都是獨一無二 會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 如果合理範圍內 另外都是唯有包容和接受 這個袋我真的很喜歡 不過要用Token內縫 為一個擔心的地方 就是怕用得太久會塌 不過這件事都好看私用習慣 只要私用的時候 不要放一些過重的東西 另外不用的時候 把包枕放在裡面 鞏固形狀 應該問題不大 可以保持得很好 如果是Kelly 28 就會相對容易奪 最後 讓我們測試一下Kelly 25的容量 首先會有一個同色同款的B&Card Holder 一部iPhone Pro Max的手機 一個AirPods Pro 和一枝唇膏 全部放進去之後 還有多少位置 可以容納到粉餅、皮膚等等 空間綽綽有餘 要關上蓋子 完全沒有難度 還有一點都不重 每個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Dream Bag 在自己能力範圍之內 我都比較喜歡去專門店出袋 雖然現實很殘酷 買袋需要配貨 但過程中 都拿到一些自己心儀的貨品回家 等待的時間 可能真的會長一些 但起碼買回來的袋子一定是正貨 有雙屬的SA 日後維修保養都會方便很多 還有之後的袋子不會太難出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段影片 和快點出到自己心意的袋子 可以嗎 在酒店 我只需要一塊都可以 找一個選擇 而且便宜 然後就要收莊 麵